期待了超級久 一視難忘的頂級西班牙紅蝦終於回貨了 7月18日晚8點到10點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大貨直播 將會有超級低的優惠給大家 到時見 大家好 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一下我們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掃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飛漢瘋 菲律賓小馬可思 要來的就來 王毅去了 即是不停在這裡說 就是希望和菲律賓在南海問題 和在經貿上高的問題 希望可以談得到 結果馬可思給了一張撲克牌給你看 就是鞋好鞋臉 那原來最主要的可以談 也都不要趕著大家 那怎麼辦呢? 49億美金當時的援助 援助 這個菲律賓的鐵路 現在可以重啟 但是49億美金 你不用預我了 你開個數 便宜多少 這個就是現在菲律賓的態度 即是你要跟我經 你先給我一點好處 因為有板你看一個叫做什麼? 斯里蘭卡的債務違約 我那天都說 這些一帶一路國家 在這個時候 還不借地發難上辦法 在你身上再挖多些錢 是假的 斯里蘭卡都認識了 喂 借多40億美金 不是真的搞不了 接著菲律賓就來了 現在馬可思三世表示 他說現在所追求的 這些基建項目 最重要就是收益 超過貸款成本 免陷入債務危機 就是說你能蓋 你給我錢 我能不能負擔蓋 我會不會因為這樣 變成了債務危機 那你便宜多少? 我負擔得來 我一個正常投資項目 我便開始了 這個就是現在小馬可思的態度 而最重要的 小馬可思釋出這個算是善意 他說 好過停了工 因為這一個項目 就是杜特爾特當時在18年簽署了 接著19年開始動工 接著做做下就停了 現在小馬可思釋就是說 來到這裡 有錢你就來 沒有錢 就是法蘭西皇帝 而更重要的 你還要便宜 你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打算出錢賄賂我 你不要用錢來打發我私人 是要以這個項目真真正正的 就是得益的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相信 之後的所有所有這些非洲國家 他們都會是這樣 很有可能之前很簡單 喂 我簽給你 我有什麼仇 這樣嗎 我私下給你兩個億 好了 收了兩個億之後 接著怎麼樣 那你便起了 債務 就是國家人民共同給的 我最重要的就是 我撿了你兩億 我跟你說你還有什麼好說 這個就是 就是由何志平那件案已經充分這樣 去告訴你 那你今時今日 你要再來 那很有可能就是說 錢我收了你了 兩億 我收了的了 那你說你起一百億 那現在 不行 接著就跟你說 你便宜一點 你不便宜的話 之前的就前功盡費 接著就全部好像 就是丟下海一樣 現在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做的事就是這一種 他不怕你 為什麼 都難了什麼的了 是習近平當日 為了完成一帶一路 就是中國人的絲綢之路 中國的夢 他 漠視了這些因素 現在菲律賓就是做這件這樣的事 難道你告訴我 杜特爾特當日沒有收錢 是不是 那我問你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小馬可思 他更加不會讓你 借話 建這條鐵路 如果能建 你選不選 我相信 中國政府一定會答應 你都不能選 之前前期的錢就給了 如果你說 那些錢 或者你要求 跟那個時候簽訂 同的價格 根本上菲律賓不做 那你就損失了 這單工程 這些錢 更重要的 連菲律賓 這些外交關係都會沒有 來到這裏 我看不到習主席不答應 49億美金 究竟減多少 9億 19億 還是真的多少錢 拜拜